45岁陈慧琳越来越年轻,已育有两个儿子,弟弟陈思汉发福成这样。 天后陈慧琳1973年出生,1995年加入香港乐坛,不知不觉已经出道23年了。 陈慧琳小时候长得不是非常漂亮的那种,但是女大十八遍,越大越漂亮。 出道23年的,陈慧琳作品众多,在音乐方面也有非常多好作品,如《记事本》、《不如跳舞》、《制造浪漫》、《不得了》等等。 而专辑中《爱我不爱》由周转雄写的主打歌《记事本》更是成为陈慧琳代表作品之一,其后更有多个明星的翻唱版本。 2008年10月2日,陈慧琳与恋爱了16年的男友刘剑浩,结束了《爱情长跑》,步入婚姻殿堂。 2009年陈慧琳生下大儿子刘生,2012年生下二儿子刘琛。 本来以陈慧琳的优良基因,生的孩子应该是很漂亮的,但谁知道两个儿子越大越不像妈妈,香港媒体还曾经报道说,陈慧琳儿子长得像个大番鼠。 弟弟陈慧琳儿子长得像帅气,刚出道的时候也捧过一段时间,但是近几年少有他的消息。 早一段时间有网友拍到陈慧琳逛街的照片,没想到发福成这样了。 再也没有当年帅气模样。 已经45岁的陈慧琳,保养得非常得当,最近有网友保出她的近照,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5岁,而且还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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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